这里是缅甸北部,我生长的地方,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娇贵的小公主。 近期,这一段背景音乐在短视频平台爆红,被众多网红们争相引用。 网红们为了博取眼球,纷纷开始为缅北地区做代言。 在这段描述中,缅北仿佛是一个岁月静好,令人向往的童话世界。 但他们都真正了解这个所谓的缅北地区吗? 到底是收了代言费,还是因为脑残无知呢? 稍微有些常识的人们都知道,缅北地区是一个充斥黄赌毒片的无政府区域, 而在短视频平台上,这里却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描绘成一个风景秀丽, 轻松跃入无暗的地方。 而且满大街都是嫁不出去的漂亮缅甸姑娘,结婚还不要采礼, 动不动就邀请中国的朋友到他们这个地方来玩。 十分怀疑这段音乐的始作俑者就是缅北地区的诈骗团伙。 缅甸北部算是被捧成了一个网红地带。 这段梗的爆火吸引了大量懵懂无知的年轻人想要奔赴缅甸北部, 一睹他的方言。 甚至许多少女们产生了想要嫁到缅甸北部的冲动。 而广大的单身男士们也都跃跃欲试, 想要去缅甸讨一个漂亮席儿福尔回家过小日子。 缅北地区真的是人间天堂吗? 虽然被称为缅甸北部地区, 但这里却是缅甸中央政府管控不了的地方。 这里深山环绕, 地形复杂, 又是几国交汇处, 是犯罪分子们的天堂。 如今依然处于军阀割据, 占山为王的状态。 这里就是我们在电影中经常看到的金三角地区。 历史上果敢和瓦邦地区都曾是中国领土, 所以这里很多人都说汉语, 风俗文化上也都是学习中国。 许多缅甸网红们会在短视频平台上利用这个优势, 经常自称自己是华夏子孙, 时时刻刻心怀祖国, 不断拉近与中国网友们的关系, 还热情地邀请中国的朋友们到缅甸去玩, 博取到不少的关注。 不少不明真相的网友们 也非常心疼这些流落他乡的华夏子孙们。 但其实, 这些网红们盛情邀请中国朋友 到缅北这个鬼地方做什么呢? 在众多的视频中, 还有一些是漂亮年轻女子们的歌舞表演, 但他们视频的背景, 却是一些特殊的酒店。 这些酒店其实就是缅北地区的赌场, 只不过被包装成酒店和KTV等娱乐场所。 通过虚假宣传, 把缅北营造成一个 可以轻松赚大钱, 穷奢极欲的人间天堂, 诱导不明真相的群众偷渡到这里, 最后输得倾家荡产。 还有一些人被骗去当地从事诈骗活动, 这些人一旦被骗到缅北地区, 想再回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和国内坚决打击诈骗活动的强势态度不同, 缅北将网络诈骗视为一种支柱产业, 这里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因素种植地之一, 当地百姓和武装力量, 全靠毒品为生。 在全面禁止种植因素之后, 为了维持当地经济, 所以有意默许纵容各种诈骗犯罪行为, 当地的武装力量还专门为这些诈骗团伙提供保护, 收取高额租金和管理费用, 有一定规模的诈骗公司每年光交的保护费都达到数百万。 被骗去的国内人员会被像商品一样被诈骗团伙买卖, 遭到各种殴打, 如果反抗的话就可能被当场击毙, 打死之后他们一般就会往受害人身上塞一包毒品, 就说你是携带毒品进公司, 当地政府就不会管这件事。 这些诈骗公司通常会在各类贴吧, QQ群, 或者招聘网站上发布各类精心包装过的高薪招聘广告, 月工资都是万元起步, 对学历和工作经验基本没有要求, 工作内容也非常简单, 基本上就是活少钱又多的工作, 再加上网络短视频对缅北地区的误导, 这对于长期挣扎于工厂流水线的青年男女, 以及那些身陷网贷, 或者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 自然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但等到踏入缅北地区, 就会真正体会到叫天天不英, 叫地地不灵的绝望了, 在这种没有法律, 没有规则的地方, 一切靠腔说话, 抱着发财梦来到这里的人们, 接下来面临的只有无穷无尽的噩梦, 丧失自由, 无法回国都是轻的, 被殴打恐吓都是家常便饭, 来到这里只能变成诈骗团伙的工具, 泯灭良心去对国人实施诈骗, 就算命好能够活着回国, 也成为一个诈骗犯, 自己的一生可能从此被毁了, 劝诫大家千万不要相信, 这种到缅甸赚大钱的鬼话, 那里没有你向往的财富, 和娇贵的小公主, 只有遍地的骗子和绝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